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,要说到超级工程,许多发达国家都有那么几个,当然近些年来中国的超级工程一个接一个,多的都快数不过来了,不过我国的超级工程毕竟更多的还是属于公共设施,但有些国家就不一样了,每次出现世界瞩目的工程基本上都是为了给土豪们提供服务,想必小伙伴们不用猜都知道说的是哪里了吧。 迪拜作为阿联酋中最显眼的那颗明珠,也是人造旅游项目做得最成功的地方,各项娱乐设施就不用多说了,当然有钱任性这句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,为了开发出更好的旅游资源吸引土豪,世界级的人造景观一个接一个,尤其是当时备受关注的尊旅岛。 一开始不论是设计方案还是施工进展都很被人看好,这个项目计划由四个主要岛屿群组成,但是后来因为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,项目就被搁置了一段时间,金融危机过后再回来重启这个项目,却发现,一部分填海工程直接打了水漂,这就是世界上最值钱的烂尾工程。 世界岛工程,当时的计划是让这个岛屿群俯瞰下来,就像是一张世界地图一样,但遗憾的是这个工程的填海造陆工程量太大了,而且各种材料费,人工费一算,之前在上面就花了815亿,结果因为海水水位上涨直接的淹没了,所以最后无奈只好放弃了这项工程,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填海造陆工程,同时也成了最大的烂尾工程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,评论点赞哦。